大家好 佐安 大家好 前陣子呢 這裡有辦布宏火烤大賽 那最後的勝利者 他就得到了布宏火烤冠軍的頭銜 可是這頭銜就聽起來很弱 沒氣勢 不宏 所以我覺得這比賽 應該要換成霸氣 有歷史意義的名稱 叫做鎮南龍火烤大賽 第一屆的勝利者是他自己喔 這一屆的勝利者是黑黑 因為他看起來像草灰搭 會太低嗎 那我們換個話題喔 我們來聊自殺 大家有沒有想過 就是人在自殺之前 應該要做什麼呢 我覺得應該要先去打AZ 因為打AZ之後再死掉的人 都會轟轟烈烈的上新聞耶 所以我覺得想死的人 你一定要把握這個機會 在地球上出名最後一次 比方說許乃玲 他如果打AZ之後自殺 新聞一定轟轟烈烈的報導說 許乃玲打疫苗 受後遺症折磨自殺 留下遺言 我不錄了 還有九妹 他如果打AZ之後 拍豪宅開箱影片 再自殺 這影片點擊率一定超高 影片標題 史上唯一一次開箱凶宅 還有鄭南龍 他如果打AZ的同時自焚 他跟AZ就會一起燒到陰間 這樣他在陰間就可以打第二劑了 自焚過程 如果拍成紀錄片 這就是發燒影片 大家不用緊張 其實我在上台之前 我有些拜拜婆 我會問鄭南龍說 鄭大哥 我這些笑話可以講嗎 然後他就一直回我 笑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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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表示 他聽這些笑話 笑得很開心啦 可以講